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主啊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的允许 在这凌晨主帮助我们 求主赐给我们勇敢的心 使我们因信心得到主的赏赐 使我们确信上帝的能力 正在降临在我们身上 求主使我们承认告白自身的问题 使我们的罪恶得到饶恕 使我们做义人 有勇敢的心得到赏赐 主啊 主赐给我们的信心 是信主的人 在一切事情上是处处受益的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感恩感谢的心 应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感谢获得胜利 主啊 我们相信我父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后孙 求主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心 为身边的人祷告 做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保守住我们 使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做真实的爱国者 我们相信在这乌黑黑暗的世界中 因信耶稣基督 有主耶稣基督的亮光照亮出来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 绵羊 这圣经的话语 我们怎么能遵守呢 是因基督的爱 靠基督的爱使我们遵守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十三章十节 做门徒的资格 拥有丰丰富富的主的话语 才是做主的门徒啊 而且还要耶稣基督的爱 有耶稣基督的爱 才能完全了律法啊 我以为我们人情的爱 那是属于穷运 是属魔鬼的 而上帝的爱 耶稣基督的爱 是能认识到我的罪恶的 是能认识到我错在哪里 这才是上帝的爱 面对对方的错 不指责 也不责备 通过主耶稣的 通过主耶稣基督的爱 能认识到我的罪 能认识到我的错 这正是我认罪悔改 背我的十字架 而面对对方的错 我抱怨发怨言的时候 这仅仅是人情的爱 并不是真实的 面对犯奸淫的女子 任何人都没有资格 指责和批评啊 约翰飞八章七节 我们也是一样犯了奸淫罪的 因为我们内心就有奸淫和淫乱啊 我们自身就是带着罪恶的 所以面对别人的罪 面对别人的错 不要指责和批评 能承认出这是我的罪 菲利比书二章四节 以耶稣基督的爱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的错 这才是真实的呀 面对别人犯错犯罪 总是自己担心忧愁的话 就成了人情了 66卷圣经话语 唯独靠耶稣基督的爱才能遵守啊 在基督里边 这才是上帝的爱 而离开了基督 那仅仅是人情和私欲啊 比如说 哎呀 我觉得这个人好可怜 这个小孩子怎么这么可怜 我以为我有人情 我以为我很有爱心 而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呢 那仅仅是人情私欲而已 并不是爱呀 耶稣基督的爱是能悔改的 面对耶稣基督的爱 我们任何人都会承认自己的罪 认罪悔改呀 所以 面对主耶稣基督是谦卑的 只有祷告 谦卑谦虚的时候 认罪悔改祷告啊 马可福音9章29节 罗马书13章10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爱是不嫁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阿门 我们大家都阿门啊 66据圣经的话语 有耶稣基督的爱心才能遵守啊 在这世上 有很多所谓的 很好的剧本 就比如说 罗米欧与朱利耶 在这世上 很多人以为 哎呀 这真的是伟大的爱情 什么是爱情啊 能献出生命 这才是真实的爱 耶稣基督是为了 拯救我的生命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啊 所以主要求我们 献出心和献出生命 心得以洁净 这才能献出心啊 我们内心 污秽肮脏的时候 是没有真实的爱的 而有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使我们污秽肮脏的心 靠基督的宝血 得以洁净 这才有耶稣基督的爱 是真实的 才能献给上帝啊 而世上的爱呢 仅仅是人情私欲 是动物的水准啊 有耶稣基督的爱 是靠耶稣基督 保死的能力 使我们献出生命 在这世上 父母反对一对婚事 而这两个人就 哎呀 要死要活的 非要结婚 刚开始觉得 这个爱情是真的 其实是泡沫 是虚无 是短暂的 因为结了婚 去度蜜月的途中 就 这已经就破灭了 这个爱就已经 淡薄了 因为是人情私欲啊 很多人 被魔鬼挟制 以为这是爱 然后呢 又后悔 哎呀 原来这不是真爱 这就是我们不认识 耶稣基督的时候 把世上的当成了 当成了爱呀 世上的爱 那仅仅是人情私欲 写再好的诗词 小说那仅仅是人情私欲 而上帝的爱 是真实的 是拯救一个人的生命 是拯救一个人的灵魂 是有勇敢的心 是非常的确切 有胆量的 我内心没有胆量 我内心没有确切的心 说明我还要悔改呀 因为一人是有胆量 是勇敢的 真言二十八章一节呀 今天我们大家要有勇敢的生活 不是靠我们自己呀 上帝是为上帝的名声 上帝是为了上帝的圣洁 为的是让身边更多的人 信耶稣基督 上帝是要通过我们显现出来 彰显出来呀 而面对上帝的爱 我们太容易就会后退 甚至把自己陷入沉沦呀 我们信耶稣基督 我们要为主而活 为上帝的旨意而活 而我们太容易就被自己的人情事故所困住 从而就离弃上帝的爱了 真言二十八章一节 我们读一下 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 一人却胆壮像狮子 阿门 一人 一人是像狮子一样有胆量的 做四季段悔改 就能有勇敢的心 因为信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所以是确信的 是平安的 因为这是上帝 天福上帝给我们的 信心是有确信和平安的呀 我们找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因信基督使我们也做上帝的儿女啊 这是很确切的允许 是上帝的话语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节 做了上帝的儿女 这可是勇敢的 这是非常确切和确信的 讲话是由上帝来负责的 而很多人内心还是在惦记着 哎哟 昨天怎么怎么回事 总是把自己陷入沉沦 就是退后 哎呀 一直以来从来没有经历过主的爱 有确切的信心 勇敢的心 使我们得赏赐啊 是面对天国的福音 勇敢的奔着耶稣基督来走啊 向前走 希伯来说十章三十五节 而我们太容易就退后 是因为信心渺小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我们要承认 过去和我们有任何关系了 因有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也做了上帝的儿女 这就是四阶段悔改啊 而我们为什么总是在否认主呢 加勒太说三章二十六节我们读一下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 阿们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是因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是为了在基督里面生活 因信基督使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就是意味着与耶稣同行啊 上帝的话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了 而我们却不信啊 我们却不承认这句话语啊 结果就犯罪了 而信心呢 信心是承认主的作为 承认主的话语 我们找到约安福音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 上帝为什么要通过我们显现出来呢 上帝是为了上帝的旨意 因信基督做了上帝的儿女 祷告是蒙随听的 我们顺从主的话语 做上帝的儿女啊 而我们内心总有不好的想法 甚至我的肉体曾经都是属乎外邦的 就是属乎罪恶的 一直在抽烟啊 或者是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性 总是扎根在我的内心 而扎根在我内心的这不好的习惯和习性呢 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是能给涂抹的 所以我们训练 经历这训练 至少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呀 是靠圣灵赤死肉体的恶行啊 上帝说 因信耶稣基督做了上帝的儿女 而我们自己不承认 哎呦 我不行 我还是属于世俗的 我总是有这样不好的行为 我总是有这样不好的习惯 而为了断开这个不好的习惯和习性 依靠耶稣基督保守的能力 我们献出生命来断开罪恶的时候 宁可死我也要断开这个罪恶 要信耶稣基督 这时候上帝负责我呀 宁可死我们也不能屈服给罪恶呀 这正是上帝的荣耀 上帝的允许 是有上帝的能力 有耶稣基督保守的能力 使我们脱离罪恶的 而我们的信心渺小 我们的决心渺小 靠决心得不来信心的 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啊 有时候特别疲乏就睡不着啊 全身上下疲乏 但是就是睡不着 有时候呢 也不知道该悔改什么内容 那悔改应该悔改什么呢 发现这一宿都没有睡 两点到三点到四点 一直都没有好好睡 然后这身体就是在挣扎的 就是为了要多悔改 多祷告 我朴牧师之前跟大家做过见证 有一次在酒店里 这表呢 突然这个表不运作就停了 甚至呢 甚至是 不正常运作 这个手表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就经常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啊 好端端的表 为什么不正常地运作了呢 所以就没办法正确地知道时间了 有时候 七点 这个表却指明到九点 或者是八点 大家和我 我们不要依靠手表 我们就依靠主耶稣基督 无论在什么事情上 我们依靠主耶稣基督啊 面对主的话语 所以有时候呢 我来教会的时候 就迟到二十分钟 或者是提早的三十分钟就来了 不是我不会看表 是我只依靠耶稣基督啊 我只想跟随主的引导 而大家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 而我们呢 哎呀不行 我一定要看好手表 就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标准 按照自己的规定来做 然后呢 就无形中就忽略了上帝的作为 无形中就忽略了圣灵的引导了 我们大家警醒吧 我们要服侍圣灵 我们的内心只能给出一样 心不可能同时爱两样 马太飞六章二十一节 我们的财宝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 马太飞六章二十四节 人的内心是要只给一样的 只爱上帝啊 不可能同时爱世界又爱上帝 基督的宝血洗尽我 使我有勇敢的心啊 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尽了我 内心是勇敢的 是敬畏上帝的 为什么一个丈夫搞外遇 妻子很明白呢 为什么丈夫搞外遇 或者妻子搞外遇 对方就会知道 骗不了的 就是说魔鬼也知道啊 我们的内心只能给一样的 在基督里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同心同道 是一条心 只走一条路啊 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耶稣的时候呢 上帝赐给我们同心同道的心 使我们只爱耶稣基督啊 我们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们爱主的心 我们以为 哎呀 我要多爱我的妻子 我要多爱我的丈夫 我要多照顾我的家人 结果呢 总是会发脾气 总是会灰心丧气 而我的内心 只专注于耶稣基督 只专心爱主 爱上帝 跟随耶稣基督的话 上帝赐福于我 上帝负责我 在这世上的 所有的人际关系啊 马太福音19章29节 所以我的内心 我们向主承认 主啊 我的信心渺小 求主帮助我 使我有确切的信心 只跟随耶稣基督的引导 在这世上 所有的困惑 所有的问题 都要背在我的十字架上 路加福音9章23节 十字架是什么呀 十字架是 我要认罪悔改的 十字架并不是 装饰品呀 十字架是 耶稣基督的 保险流出的地方 正是耶稣基督 为了拯救我的生命 牺牲了自己 我也要背起十字架呀 那面对别人的错 面对别人的罪 我背在我的十字架 我认罪悔改 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是获得信心呀 获得信心就断开 一切的罪恶 这是有神迹奇事发生的 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 我们读一下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教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阿门 我们做四阶段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 是要在基督里边生活呀 因信基督是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那基督在我内心的时候 是有怜悯的心 是有慈爱的心 而且有耶稣基督住进我的内心 是能让我悔改的 是脱离不好的行为 脱离罪恶呀 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要虔诚的生活 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经常就会抱怨 或者是灰心丧气 哎呀 我有这么多不好的习惯 我真的能行吗 怀疑疑惑就把自己倒退了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 怀疑疑惑只会致死自己呀 不信耶稣基督的作为 那就是罪恶呀 我们的天父上帝的作为 是能使死的活过来 能使一个罪人悔改呀 上帝是要使用我 上帝为了爱我 给了我们爱子耶稣基督啊 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 是使身边更多不信的人 能信耶稣基督 这是荣耀 是上帝的荣耀 我们找一下罗马书六章十三节 有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 正是有福音传开的时候 只显出上帝的荣耀 这一切的荣耀是归给上帝的 所以此时此刻 我们大家信耶稣基督 多悔改 多祷告 多认罪呀 求主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主啊 相信我的儿女 主能拯救的 我的儿女操心 这时候呢 不要责怪儿女 我悔改吧 不要惹儿女的气 做父母的悔改 很多父母呢 就总是做比较 哎呀 你看别人家的孩子 你看某某某 多么多么优秀 不要这样惹儿女的气 面对儿女操心的那个部分 承认主啊 这是我的罪恶 是我的罪恶 在儿女身上显现出来了 我们要真诚地认罪悔改 靠信心 祝福儿女 相信上帝能拯救你 相信上帝能使你更好 而我们呢 经常就抱怨 哎哟 你瞧瞧你吧 你跟你爸一模一样 我早就看出你是不行的 这就是不承认上帝的作为啊 再不好的 上帝能给拯救的 上帝能做一切的事情 而我们却总是处处否认了上帝 这就是我们的罪恶了 我们大家今天真诚地认罪悔改吧 我们总以为自己的想法 和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而其实我们是愚昧无知的呀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看法 属乎肉体的时候 那都是属于灭亡的 有些人说 哎呀 我的丈夫都没信主能行吗 只要你信耶稣基督 上帝拯救你的丈夫啊 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呀 因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有信耶稣基督的好行为 能使不信的人也得救 这正是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能力 所以我们信耶稣基督 求上帝赐给我们上帝的智慧 使我们领会主的话语 使我们领会主的恩惠 使我们领会基督的奥秘 带着确信来生活 使福音传开呀 罗马书六章十三节我们读一下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 做不义的器具 倒要将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上帝 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 献给上帝 阿们 我们的身体肉体太软弱 我们的肉体经常是犯了罪恶 属乎肉体体接肉体的 都有不好的行为 不好的习惯呀 我们的肉体呢 总是在犯罪 总是与上帝作对 不承认上帝的作为 所以我们肉体是带着 一系列的罪恶的 心里无悔肮脏的罪恶 肉体不好的行为 我们的肉体 体贴肉体 总是与上帝作对 是对抗上帝的 所以我们靠圣灵 致死肉体的恶行 主啊 我的肉体全是罪恶 求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肉体的恶行 我们找下马可福音 十一章二十三节 面对问题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靠基督的奥秘 获得胜利吧 基督的奥秘是我们 基督的奥秘 正是庞大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 正是解决一切困惑的钥匙 真切地祝愿大家 领受这好的祝福啊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 我实在告诉你们 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 你挪开此地 投在海里 他若心里不疑惑 只信他所说的必成 就必给他成了 阿门我们呼喊阿门啊 我们心里为什么会有疑惑呢 属乎肉体体贴肉体的时候 哎呀 我的想法 我的想法都是属乎肉体的想法 我们要靠圣灵 战胜我的肉体的想法呀 很多人 大家知道在这世上 以为修行修道的人 很多人修行修道 但是呢 却不能占上肉体的恶行的 好像 好像自己多么的虔诚 外表看似虔诚 而其实内心的罪恶 是没办法解决的 唯独耶稣基督的保险 是解决一切的罪恶呀 信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拯救我们 第三天复活 这正是上帝的真理 为的是拯救我们 为的是奢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呀 靠这世俗的理论学说 搞修行修道 没有任何的益处 不能解决任何的罪恶 也不能脱离罪恶的辖制啊 只有信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信耶稣基督保险的十字架的能力 只有信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罪恶 脱离魔鬼的辖制啊 那么信耶稣基督的人 是像小孩子一样 是非常的天真 是像小孩子一样 是谦卑谦虚的 而当今在这世俗 追求世俗的理论知识的人 好像很 好像就爱抬高自己 没有谦虚啊 只要信耶稣基督没有疑惑 所讲的话 上帝给我们负责 所以我们不行 是因为我始终不信 是疑惑的 不信就是因为 我还没有 我们还没有悔改啊 就没有承认自己的罪啊 所以大家 首先信耶稣基督 悔改吧 承认我是罪人 承认我的信心的不足 承认我的渺小 真诚的认识悔改 做这些段悔改吧 相信上帝为我成全这一切 不疑惑的时候 上帝赐给我这一切的 我父上帝 我缺一块钱 很多人就想 哎呀 我说我缺一块钱 上帝真的能给我解决吗 就这样不信呢 主啊 而我们所需用的 我父上帝全知道 而且早已为我预备好了 这是上帝的允许 而我们却不信 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信 是信心渺小 而不信就是我们最大的罪恶啊 这就是我们需要悔改 向主承认 主啊 我们始终没有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能力 没有信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赦免呀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我平安牧师祷告的时候 经常就告白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父 而大家好像当成是习惯来听啊 全能的上帝 全能的父 我并不是按照习惯来讲全能的父 我是真的相信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全能的 是靠信心的祷告讲出全能的呀 因信上帝是全能的 上帝给我如实成全 而我们没有信 不信耶稣的全能 不信上帝的全能 就没有悔改呀 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一下 所以我告诉你们 凡你们祷告祈求的 无论是什么 只要信是得照的 就必得照 阿门 我们大家都阿门呀 只要信是得照的 就必得照啊 信 所以此时此刻 我们一定要获得这信心 而且坚守住信心呀 我们的祷告 一定要信是得照了 相信主啊 我的疾病得到医治了 相信主医治了我 为什么很多人经常失败呢 经常失败 向主承认主啊 我相信主一定会恢复我 主使我成功的 信是能得照的 就一定能得照啊 而我们经常就活在 自己的经历和经验里 哎呦 曾经怎么怎么回事 我又那样了 哎呀 曾经那个情况 我又 就我的信心描小 我并没有信耶稣基督啊 我总是在对抗耶稣基督啊 在这时间 我们真诚的认罪悔改吧 有疑惑的人 祷告吧 祷告 没有讲什么话 但是是因为父母的祷告 把我引到这里 是上帝的能力 是上帝的恩惠啊 我们应信耶稣基督讲话 由上帝负责的 我们告白吧 一定会更好的 那心里有些人就琢磨 哎呦 刚才反正还 纷争争吵了 我们再一次告白吧 基督的保险是饶恕我们 所有的罪恶的 基督的保险使我们 不再活在过去 只要信耶稣基督 上帝是饶恕我们的罪恶 向主承认我的罪恶 上帝不再过望我的过去 所以我们承认告白 一定是更好 无论如何是更好的 相信是得照了吧 相信是得照了吧 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儿女 相信上帝赐福于我们的家庭 只要不疑惑 信是得照的 就一定如实成全呀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做主的儿女了 主的儿女是由上帝负责的呀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们确切地带着信心讲话 基督的保险是赦免所有的罪恶 基督的保险能使我不好的性格 全瓦解掉 使我成为崭新的新人 不要再被过去所捆绑了 哎呀我曾经是生病了的 哎呀我的脾气 我的性格怎么怎么不好 不要想这些过去 基督的保险已经赦免我 能赦免我 基督的保险能改正我呀 所以我的师母经常就说 哎呦 条牧师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啊 不是我不知羞耻 在基督里我成了崭新的新人了 我不再想着过去了 刚才发生的事情 我已经不记得了了 我是因信心有这样的行为 我师母却经常说 哎呦 条牧师真的好油滑呀 哎呦怎么这么的不知羞耻 我条牧师真的是因信基督 过去的我不再是我 在基督里我是崭新的新人了 这就是在基督里是盼望 是重新开始啊 我们因信基督 重新开始在基督里边生活 我们为国家和民族祷告 为儿女祷告 因信是得照了 我们就一定能得照啊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什么东西在困扰着我呀 我身患癌症了吗 事业上失败 事业上倒闭了吗 家庭的问题吗 依靠基督保持的能力 切切地祷告主吧 把一切交给主 向主祷告 承认自己心里的不好的想法 承认自己的罪恶 自己有怀疑疑惑的时候 祷告吧 悔改祷告 承认自己的怀疑 承认自己信心渺小 总是疑惑怀疑了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 我们静静地闭上眼睛 主啊 我父啊 我生病数十年 数十年以来 我有不好的习惯 我有不好的行为 我看到我父母不好的行为 我总觉得 我受到了影响 我总觉得 我是误会肮脏的 主啊 我一直被这样不好的想法 捆绑住了 求基督的保险 洗净我不好的想法 主啊 我信耶稣基督 使我成了崭新的新人 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 我是崭新的新人了 求主赐给我信心 使我们靠信心而活 从此我是靠圣洁的 耶稣基督保险的生命 得了重生了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使我们靠信心讲话 为身边的人求祝福 为身边的人祷告 使身边的灵魂也得救 求主使我们 做拥有能力的 主的仆人 主啊 求主赐给我们 悔改的灵 求主引导我们 悔改祷告 使我们 信心耶稣基督 只奔着耶稣基督的 十字架走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靠圣灵 主宰我们的心怀一念 靠圣灵 致死我们肉体的恶行 每当有不好的想法 疑惑的时候 使我们依靠 基督的保险 立刻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使我们获得勇敢的心 使我们得到主的赏赐 我们为国家和民族 祷告吧 我父上帝 实在是感恩 感谢于您 主啊 我们国家 身处于黑暗呀 我们国家 社会问题 很多领域 很困难 很痛苦啊 感谢我父上帝 照亮我们 给了我们光 只有基督是光 靠基督 使我们也得照亮 我们相信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有耶稣基督的亮光 照亮我们 照亮身边的人 使我们靠着信心而活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 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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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